就是左手边我们看到花莲平原 花莲平原的外海 船上的游客好兴奋 时不时拿起相机记录 就为了能够把握机会捕捉到海豚身影 但杜苏雷台风持续逼近 花莲外海风浪明显变大 赏金船乘风破浪 身体不太舒服 原厂啊 那有事刚才回来的时候 由于花莲长浪浪高超过一米八 担心再出海会造成游客危险 赏金业者决定结束早上两班出海行程后 就把游船固定好 并且和游客协调将赏金行程取消或延后 所有的从25号26号27号几乎是全退 还有的就是往后延 影响状况会是蛮大的 换票跟退票的这个情况都超过五成 主要就是有那个风浪很大嘛 就是这个船头不要碰到这个地方 所以要移开到中间那边 不止沿海做足防台准备 花莲市的金三角商圈 有店家担心台风会造成招牌倒塌 事先防范请工人将招牌拆除 确保行人安全 担心招牌掉下来了 所以就拆了 这回台风对花莲距离相对远 但民众依旧不敢掉以轻心 自行做好防台准备 新闻成员于吕川明 欢迎台湾